进取台语歌后 曹亚文曾在2022年公开出柜 承认自己是双性恋 也曾交往过两位女友 他坦言自己在恋爱中属于比较阳刚的角色 因为自己的个性比较像是男孩子 而理想型则是清纯的女生 至于父母的看法 他则表示还没有和爸妈认真地聊过自己的性向 但他认为喜欢就是喜欢 不能说出口的人真的很辛苦 也让他觉得很心疼 日前曹亚文透过社群po出一张照片 依次是两个小法圈上面还残留着一些食物 他在照片中写道 吃皮蛋豆腐食吃到照片中的东西 咀嚼了半天都咬不烂 曹亚文幽默地表示 其实口感还不错 接着突然表示只是我们不被祝福 虽然没有多透露细节 但这则po文内容都让粉丝们感到很差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